2023年世锦赛 激战震撼在丹麦哥本哈根 有一对选手引起了我的关注 两个人加起来年龄 99岁 是一对以失业的母子 他们获得了胜利 也创造了世锦赛有史以来最连长纪录的胜利 我相信未来他们加起来100岁 101岁 他们都会征战在这个舞台 因为我看他们的状态真的非常好 通过自己的羽毛热爱 东北一起走 大家到处参加比赛 然后去获得羽毛球的快乐和健康 那他们第二轮输给了中国的蒋正邦 威尔兴大师没办法 却是联系放在这里能力放在这里 但是以色列这对母子的精神 是值得我们所有羽毛球爱好者学习的 就像我们胸前这个口号一样 我们所有人不管年纪多大 现在没什么实力 但是依旧要告诉自己 咱们是强无敌的 其实这种情况不光在羽毛球 其实在乒乓球也有 来自卢森堡的一位乒乓球选手 离夏连中国国际转到卢森堡 那现在60岁的高瘾 还在打铝丹和铝双 运动带给我们的能量是非常大的 也希望各位多多为中国队 这次四季赛能够加油 同时也希望各位自己能够全力以赴 对自己负责 强无敌的精神一直存在 这是我们强无敌的衣服 好吧 小强无敌版 黑白会三个手都有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运动T恤 可以感受一下 最后送大家一句话 只要心怀热爱 永远都是当打之连 强无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